辽宁舰 其实跟山东舰 这两艘航母 已经服役多久了 辽宁舰12年了吧 山东舰的话 也5年了 服役那么久了 为什么现在才能够展开 像这样的双航母的训练 我相信它应该早就可以展开来了 但是它是选在这个时机点 展给我们看 也展给美国看 就跟赖老师讲的一样 因为11月5号美国大选 然后其实我相信这个演习 应该是在10月下旬的时候 就已经演练过了 它是拍了影片 在选在这个时间点公布 但是时间点公布就很巧妙了 因为今天公布 在过5天之后是美国的大选 其实我觉得这种展现出来 这个威责的力量 是非常强大的 那里面有几个信息 特别又是在南海 对 而且你看 这几艘军舰来讲的话 尤其是055还有052 我算一算加起来有680个垂发系统 那你想想看可以680 不是680枚导弹 它有的是一坑多弹 可以不管是可以发射防空的导弹 或者是对舰的导弹 或者是对陆打击的导弹 都有可能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到它导弹的数量 第二个来讲的话 这是它特别展示出来 特别有强调是歼15B 殲-15B是什么飞机呢 它是弹射式的飞机 也就是说代表它的福建号 即将要成军了 因为殲-15B将来是用在福建号 当然我弹射 我这个前面那个主轮那边 支架要比较硬嘛 就跟弹弓我要弹出去 要比较硬 可是它滑耀式的也是一样可以 我觉得第二个含义 它可能展现出来说 我福建舰可能很快可以成军入列 然后这时候已经开始 舰载机已经都没有问题了 飞行员也都训练好了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 这是时间点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算一下 应该是在联合立舰 10月14号之后 到我们发现辽宁舰 穿过台湾海峡 北上回到它母港 这段时间演练 那这段时间有两件大事发生 这个从10月14号到22号 两件事情跟军事有关的 第一件事情是习近平去试导火箭军 然后而且试导的是 在安徽东风26 没有第二个事情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这个习近平去试导 这个东山岛大城湾的这个 当然他是去那边 他没有去看军事啦 可是他那边那个动作意味 我想非常明显 因为大城湾我们都知道 是滚装货轮装载的地点 那在这段时间演练 其实你要看到是一连串的组合拳 针对台湾下来 也针对台海 也针对美国 然后我相信除此之外 这次火箭军应该在背后也有残验 另外潜舰部队应该也有残验 因为航母战斗群出去 不可能没有潜舰在里面 那他们演练的科目 我们比较这个 因为我们台湾 我们自己虽然当军人 但是我们也很一看没有潜舰 没有航舰 所以我个人来讲不敢平衡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 一定就是这个 比如说在辽宁号起飞的这种战机 它可以落到山东号 或者是说山东号起飞的电子侦察机 可以提供情报给辽宁号 或者是预警机 可以大范围的实施预警作业 两艘航空母舰 分别在两个地方的预警机协同作业 所以我想说这一连串的时间上面 他可能针对美国大选 让美国川普警告他说 将来如果说你上来 不要一天到晚跟我谈台湾的问题 那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你也不要想 可能会影响川普以后对台的一些政策 那当然我们看到 还有一点就是 这时候中东或俄乌来讲 战争也告一个节点 所以解放军在这个选择这个时间点 做这个演习 做这个公布这个演练的科目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除了说看到 军事上面的威责之外 但我们要思考它背后 背后是不是对美国的大选 也有这种外交上的地缘战略 大国博弈的意味在里面 好 这么多的意义啊 那当然花这么多钱 对做这么多的演练 那当然一定要有一些代价 对不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我再补充一个 其实这段时间还有一件事情 10月22号的时候 20到22号张又霞军委会副主委 然后召开一个这种 他们叫合成训练的一个检讨会 那是不是针对这次的航母 他们包括到火箭军 包括到陆军 包括到滚砖货轮 再召开一个 他们讲合成 我们台湾叫联合作战 等于做一个检讨了 规则出来一些经验或干嘛 以作为以后作战或训练的一个目标 其实我觉得所有武器都有延兽 这是必然的 但关键是什么 你延兽你可以活得比较久 但是你战力可不可以增长 你要知道现在武器是日新月异 每一个时代在进步 你虽然说你炎兽 你可能原来的这种涡轮 涡轮这个推进器来讲的话 你换了一个马力比较大的 可是问题是说你整个系统 你就是还用涡轮推进 你就不能改成全电推进 那我新设计的军舰来讲 现在讲就是要做全电推进 那你就不能装这种全电推进的系统 那第二个来讲如果说未来的科技 就是我们就用军舰来讲的话 你全电推进的话 我们都知道为了应付无人机 你将来势必要有镭射武器 那镭射武器就是要用电 你就必须要全电推进 你才可以装这个镭射的武器 来打这种无人机 那试问一下你这种炎兽 你有没有可能整条船的性能整个改装 然后电机系统做整个运载 那第二个比如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 比如说我们讲雷达 那好你原来的你是传统的雷达 你现在让你换成这个氮化加的 比较先进的镇控相位 有源雷达 可是你那个雷达塔 你原来20年设计的就这么大 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雷达面积越大 我能够征收的距离越远 我能够征收的距离更精准 那在这种状况下你这种炎兽 你就不可能去换那整个空间 你空间就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炎兽只是一种 就是说当然在上个世纪来讲的话 你炎兽或许因为战力 大家都还是几乎在一种水平上面 但现在的武器进步来讲 它的战力是一种等倍急速的增长 就像是我们看到无人机 跟这个现在来讲的话 跟传统的舰炮来讲就有很大的差别 就像你现在如果再将一艘当年的主力舰 这个爱荷华号 你将它做炎兽有用吗 你用这种16寸的舰炮 你搞不定像一个文艺球把你击沉了 那你就没有用嘛 你不能说是我现在来讲的话 我重新又把这艘当年的主力战监 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核号 爱荷华号出来做炎兽来讲 你不能用了嘛 就像伯克级 我相信它也是面临这种状况 这种尴尬场面 那我们特别要讲说 美国现在会落作到这种地步 其实跟它整个军工产业的产链落后有关 因为它造不出新的军舰 那你做一艘新的军舰 跟这样一艘旧的军舰做改装 那毕竟有很大的差别 就像我们买一栋房子 你买新设计的房子 像我们现在去买一个新设计 为了一亿以后的生活需求 现在新设计的厂商 都可以盖一个充电桩 让你事情未来我要用电源的 能源车来讲的话 我可以有充电桩可以用 但你旧的大楼 你只能去改装嘛 那你那个线够不够 这个供应内量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做充电 我觉得都有很大的问题在了 尤其是说像现在来讲 现在的房子跟20年前就不一样 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以前这个冷气 比如我讲一个冷气 以前都还窗户型的 开个洞栅让你装创新冷气 那现在房子没有在设计 这种创新冷气 它都设计这种分离式的冷气机 军舰也是这种道理 当你有新的东西 你装在这种军舰上面 你可不可以用 我觉得当然你说寿命可以开更久 我同意了 可是问题是说你战力 可不可以相对也跟着增长 那就打上很大一个问号 我特别要说 印度这个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 它并不是一个常态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 不管古今中外所有国家发展经济来讲 刚开始都从农业国家 农业国家以后开始 它先走向一个工业国家 制造业 然后完了以后才走向高科技的国家 可是印度来讲 它直接从农业 它没有经过基础的制造业 也没有它也没什么工业 它一口气就想直接跳到高科技产业 包括它晶片产业 那你基础打的部分 就像是我们练武功一样 那你武功练得不好 你基础没有打好 你底盘不稳的话 你再来你就是只是一双一些花拳袖腿 然后这是第一个我觉得 它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段时间 那第二个我觉得 印度自己发展企业来讲 因为它的这种族群很乱 各邦来讲并不是一个很 不是很有一个约束性的邦联 它等于有点邦联那种形态 各邦各邦有自己独立的法律 它中央也不见得约束的到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它就变成说各自独立 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经济 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来做 那第三个我觉得它定的法律也很特殊 它对外国企业它所定的法律 我们经常讲印度是企业分场 那你别的国家你玩不过它 你拿常规的心态去你弄不过它 第一个它制定商业上法律怎么制定呢 它普遍性的制定法律 我所有每一条多如牛毛 每一条细节我都给你制定 然后普遍性的违法 就是我经常违法 因为我法律定太多 我没办法遵守 那我就违法 然后最后怎么办呢 选择性执法 所以很多的企业就吃了它的亏 它要找哪一条法律修理你 它马上可以找出这条法律来修理你 它是针对为了要修理你 所以弄这条法律出来 我们包括到现在 那不管是迪斯奈 对不对 或者是说亚马逊 这些企业到对面都吃了大亏 甚至于英国有一家电信厂商 在那边他说你这个 你没有按规定交我税金 我要罚你多少钱 那英国厂商说 我要你们的法律是这样 他看还真的没话讲 就他怎么办 他去修改法律 我就是要罚到你钱 所以这厂商也很无奈 英国这家最大的一个 全世界有名的电信厂商 在印度那边做生意 也面临到这种情形 所以人家会说 印度是企业的坟场 那还有一句俗语叫 印度赚钱印度花 一毛别想带回家 所以你现在来讲 当别的国家 慢慢对你有认知之后 他就不敢在你的国家里面 去投资了 那我如果说投资进去 我评估完 我拿我的民主国家 法治国家的心态去看你 结果我进去以后 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 就像英国 现在来讲 最明显的就是三星 三星产业在那边 印度怎么跟他谈的 我要涨价 那我工资 我一天 我本来这个 一天工作八小时 我做六天48小时 我现在只要做40个小时 可是我薪水要涨一倍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来讲的话 我要世息制 对 我的工作 将来我退休了以后 我的工作岗位 要留给我小孩来做 第三个 你这个企业单位 你要负责我 我小孩的教育费 我觉得任何一个企业 大概没办法接受这些事实 所以说很多国家来讲 大的企业在这边撤资 我们也是可以想象得到 其实我觉得川普讲的话 也不要说都是狂言狂语 他讲话有他的道理在 你知道美国的媒体 跟我们其他国家想法不一样 他们媒体确实是 有公开的表态 历次的媒体都会公开表态 那他们媒体为什么要表态呢 他觉得我是一个公正的媒体 所以我很客观向我的选民 来推荐我们这个媒体 经过评选以后 我们认为的候选人 是对美国最好的 他们会 他们媒体有这种生态战 跟我们想象中的说 媒体应该保持中立 这种观念有点不太一样 那这次很让人压抑的 包括到华盛顿邮报来讲的话 他这次来讲 他就不公开表态了 他老板说我们不要表态 那三个这个编辑就奉而辞职 所以当然我觉得我个人来讲 川普讲这种话 倒是蛮可以认同的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 说这个很糟糕或怎么样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 其实贺锦丽从他担任 这个候选人以来 他很多的言辞言论来讲 让他觉得他就是一个空心菜 也是一个空心菜 讲不出一个具体的作为 到现在我看贺锦丽 所有政见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骂川普 除了骂川普之外 我们看不到他有任何一个具体 不管在他们自己国内 改善他们的经济 或者是外交 或者是政治 这方面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作为 我没有看到他提出来 那俄国来 美国来讲川普当选 他讲的确实是重点 他要列结中国跟俄国 其实这也代表说是 美国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中俄结盟在一起 因为中俄结盟在一起 你就知道 就代表陆权国家 整个结盟在一起了 那美国他就不是单独 对抗一个国家 而是要对抗整个陆权 整个欧亚大陆板块 他以美国远在太平洋 跟大西洋之外 他同时来对抗地球的 这一端的两个大国 整个陆权他要统一来对抗 包括到伊朗都加进去 包括到朝鲜加进去 以美国来讲 他又就是很明显回到陆权 跟海权的对抗 所以说以前来讲 他为了应付对抗冷战时期 他为了应付苏联 所以他跟中国结盟 那现在来讲的话 当中俄由于俄乌战争开打 由于南海地区的冲突 他将这两个国家越打越靠近 然后甚至于不但把这两个 大家打得越来越靠近 而且把朝鲜也打进去了 这更团结在一起 再像伊朗 最近伊朗来讲的话 也有很多俄罗斯提供 给他的防空导弹或这些技术来讲 也提供给伊朗 伊朗也提供一些无人机给俄罗斯 所以我觉得美国拜登 真的不晓得他在搞什么 他真的把这些陆权国家 你看欧亚整个板块这些国家 整个这种大陆势力 全部打团结在一起 然后对抗你美国 对抗你这个英国 这些欧洲地区的海权的势力 所以很明显看起来 是陆权跟海权的一个对抗的开始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灵密码